每隔两天,我们家孩子和老公就馋这个咖喱炒饭 而且每次都能吃上一大盘 因为实在是太香了 胡萝卜我们去皮之后给它切成丁 午餐肉也切成丁 昨天剩下的米饭,我们给它放上两个蛋黄 然后把米饭给它搅散 再泡发一些裙带菜,一会儿给孩子再做上一个汤 锅里面来点油,咱们先把蛋白给它炒一炒 炒出小块,给它盛出来备用 然后我们再把午餐肉炒一下 炒过的午餐肉吃着更香 炒到微微金黄,咱们倒入米饭给它翻炒 把米饭炒散,把水分炒干 再给它放入胡萝卜丁,翻炒上几下 接着再放上一点咖喱炒饭酱 这个香味很浓郁,炒饭也特别的好吃 其他的调料就不需要放了 炒均匀即可 最后再倒入蛋白和葱花,翻炒上七八下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炒饭颜色漂亮,看着也很有食欲 接着咱们在砂锅里面倒点油 放上酸沫,给它炒出香味 再把泡好的裙带菜放进去翻炒几下 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放点嫩豆腐 还有剩下的菜丁 再放点蛋干无盐虾皮 这里面有维生素,有蛋白质,有钙 营养都全了 煮上个三五分钟 最后再来点盐胡椒粉,鸡精调味 最后我们再给它淋上个鸡蛋液 再煮上几十秒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动简单又不是营养的午餐就做好了 既简单又省事儿,孩子也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拜拜